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配不公为由头 都不想管母亲 庆人们调节也不成 于是两兄弟打了官司 前前后后花费了上万元才判定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 这样的事情应该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因为有了这些不应该的费用 都可以供养老母亲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了 而且还落得一个不孝顺的骂名 损害了家庭感情 真是得不偿失 是不是觉得好笑 但回想一下 你自己也经常做纠缠不清的事情 比方说 手机丢了 结果到处寻找 把可能弄丢的地方都找了一遍 还是没有找到 你的衣服破了 去修理的时候觉得不满意 再次修改 还是不满意 最后都决定抛弃这件衣服了 这样的事情都是纠缠不清 一个人越纠缠越痛苦 其实一个人不纠缠才会命好 不纠缠是心态好 听什么看什么都会觉得很顺 俗话说 人争一口气 佛寿一炷香 道理是这样 没有错 但做人不能处处斗争 那些称骨子烂芝麻 你争来争去有什么用 不过是早信而已 真正聪明的人是不纠缠过去的一件 学会蔑视过去的破事 保持一份好心情 天天微笑着生活 要知道 一个人什么都斤斤计较 脸上就像苦瓜 感觉是像阴雨天 一个人心态好啥都好 心态不好就是得了心病 人生是需要改变的 需要学会顺水推舟 如果你总是纠结要不要改变自己 或者把自己发展不好的责任 推卸给他人 那么就会感觉郁郁寡欢 看着别人越来越好 而自己依旧毫无起色 心里的滋味不好受 你的纠结状态心里堵得谎 看着什么不想看 听到什么好难听 到头来你是在纠缠自己的心 命好的人不是没有烦恼的过去 也不是没有眼前的破事 而是多不计较 有钱过好日子 没钱过好心情 让自己变得快乐 享受人生的福报 不纠缠释放大人生格局 可以做到突破自己 扭转命运 不纠缠那些沉骨子烂芝麻 是让心情变得豁达 是看开了 看透了人生 一个人人生格局越大 命越好 表面上不纠缠 是放过了别人 是自己吃亏了 但理智的人就知道 放过了别人就是放过了自己 是为自己留下了更多空间 纠缠不清的人 是把自己锁进了烂人难事的圈子里 感觉暗无天日 比方说 你纠缠过去的爱情 就是让自己天天胡思乱想 感觉爱情都是苦涩的 以后都不再爱任何人 老了就是孤苦无一的结局 这样的人肯定是命苦的人 是不是经过岁月的洗礼 我们慢慢就形成了按照经验办事 给自己画出了一个无形的圈圈 自己的思维模式 永远都在这样的圈圈里 不愿多想什么 更不愿意走出自己的想法 其实你要突破自己 第一就是要突破自己的想法 从解放思想开始 然后解放自己的脚步 迈开脚步及时路 命好的人 任阿东西南北风 我自归然不动 人生除了生死 哪有什么大事 多少事情 拿起来千金 放下了二两 当你把一些固有的思想抛弃了 就会涌入新的思想 实现命运的新陈再现 人生格局越大 越大度从容 越要推陈出新 自然会命好 不纠缠是放下过去 执着未来 站得高 看得远 一个命好的人 不是过去没有痛苦 而是忘记了过去 执着未来的幸福 真正命好的人 都学会了往远处看 一个人命好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很多受苦受难多的人 后来都过得很安逸幸福 而那些一直过得不错的人 却愁眉苦脸 反而命苦 凡事都有两面 关键是你看哪一面 刘庸在《寻找一个有苦难的天堂》里写道 我将只见到他 到我手上之后的完美 而不计较过往的一切 余生很贵 别计较那些破事烂人 要知道很多事情进一步走投无路 退一步海阔天空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放不下 其实是数目寸光 没有人在山顶的一览众山小的大视野 做人本应该看远方 看高处 才是符合人往高处走的道理 你可以低头 但那时为了走得更稳 而不被绊倒 并不是支柱不前 屈服于命运 不纠缠是一种心态 是享受人生 坐看云卷云书 静听花开花谢 特别提醒 八字风水不是迷信 正确地利用一斤风水 化解命中难题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老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欢迎订阅